大家好,我是林静 今天我们继续聊关于背离的这个话题 在1月8号,板块指数创新高 但是指标没有同步创新高 这就是典型的显性的顶部背离 出现这个特征之后呢 这个板块的上涨就转为下跌了 建议刚学习的人一定要收藏这个视频 投资的路很长 但是不能